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12點半 對剛剛去上傳影片之後去吃個早餐回來 然後剛剛找了一些 遊戲 對正在下載 然後我就 抓緊這個時間齁 就是在下載的這個 現在然後來 講解一下 那剛剛上一部有一個東西 想讓大家看齁 就是說這個講這個美元指數啊 講完之後才發現說 是不是有一條線可以去貼上去 我是還沒貼 我們來貼貼看齁 哪一條線就是說 我們不是認定為說這個地方是 都長出去的嗎 就是這個 原本是要完成一個所謂的 這個頭肩頂形態嘛 頭肩底形態 然後要往上噴發 在這個突破的地方 那在上一部影片的時候 是說這邊完成一個 上些形態啊 然後可能會撞那個 藍色的地方去下跌 那我現在想到 我不是都一直講說 我不是都一直講說 多出去的我們可以去貼嗎 所以說我們去貼貼看吧 我現在此時此刻來貼貼看 欸 好 大家發現了什麼 有可能 現在呢 就是說有可能呢 撞到這裡 就 下去了 撞到這裡 就下去了 所以說這邊就會有兩個空點 那這個再上去就是我最後的 停順點 假設我空的話可能就空 這邊空一筆 這邊再空一筆 那往 期待它往下跌 所以說 目前都還在一個 算是能夠看得懂的規劃裡面 那當然如果說哪一天 它到達了 也不用哪一天啊 它下禮拜一 就是這幾個小時的限量跑彎 讓它看不懂 再跟大家來做分享 大致上是 對啦 就是 11月 21號 大概 就是下禮拜一的中午 就會走出來 看它怎麼走 好 所以說大盤 東西呢 還是得看 不能完全只看 個股部分 不能完全只看個股部分 因為 你越不清楚說你此時此刻的狀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大盤呢 為什麼你的股票會漲 為什麼上禮拜你怎麼買怎麼漲 那為什麼這禮拜就會漲 那就是因為現在大盤受到一個 一個蠻大的壓力 壓制住 所以說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 這是需要你去做理解的 那當然你完全不想理解 我只想要當一個 這個 雙名 想要說 反正你就是 這個就講不準啦 也沒關係 那你的人生就是這樣 因為 看得越多呢 看有用的東西看得越多 是有效的 就是大盤的 部分 好那我們就從雅系講到 環科吧 然後剩下的就 看看待會有沒有時間 應該有啦 或許都錄三部 我這個YT下面的留言 那個 都還沒加進來 對 那希望是有重複啦 重複就直接講 好我們從雅系開始看 雅系這一檔呢 是我們的會員個股 那輸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現在也買不到了 那再回來也不建議買 再回來也不建議買 那時候主要是抓17塊 這個地方 然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是在 其實之前這邊有講過 我有講過 這個地方應該 理論上也能做進場 但是這邊就形成了一個 類似像破底 破底然後又翻回來的一個狀態 而且它是 走平的 走平的不是說 我很討厭的那個上飄期嘛 如果你有常看你才聽得懂 這邊都不做解釋 然後 這個地方 下來 上去 所以 拉一下趴數給大家吧 給大家看喔 我們最注重的是趴數 而不是幾塊錢 幾塊錢是沒有意義的 你買一張 好你買一張 170的 漲到了 這個 210 跟我買 10張 17塊的 然後漲到 21塊 我賺的趴數 是 相同的 不是相同 不是看 賺幾元 那個沒有意義 你用100塊 去賺 3塊錢 跟我用17塊 賺3塊錢 差別 差距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說 基本上如果說我們會員有做進場 我是在這一根的時候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大致上的時間就是禮拜天 這是11月4號 我是在11月6號講 然後是禮拜天11月7號 沒有叫他追 不追不追 買買 這根可能也還能買 上去上去上去 所以基本上這一檔 有20% 如果說節制最高的21% 不過我都蠻建議 比如到前高點 或是說到 10%的時候賣 我沒辦法 告訴大家說他 有可能到哪邊會下去 那 可能會說 漲到哪邊 應該說漲到最終 最終漲到哪邊 我是不曉得 只是說 抓下一個壓力 下一個大壓很明顯 就是在這個21.5 到22.5 這個之間 這一塊 一塊錢加他應該是 量不再放大的話 有可能就會再玩下來 所以說 如果說是我的話 肯定會賣掉大部分 而且這個20幾% 真的拉上去這邊25% 真的也是賺了 蠻多的啦 講真的啦 講真的25%真的蠻多的 所以 基本上就是這樣看 然後 我們再切過來這邊看 我們 把這個關掉 這個 看天的 這樣子 這是我去畫的 就是說 我畫三針曲線 然後可以 知道說他什麼時候 會回來 那這邊做一個 大三角 那你看 可以看到他再拉上去的壓力 其實這邊都是蠻大的 這邊是蠻大的 所以目前先看一下這個地方吧 這是一個主壓 也是下針曲線到達的位置 那如果說在 陡峭一點的線 是這樣畫 大概 這樣畫吧 大致上這樣 所以說 你可以去看這條三針曲線 能不能夠 有效的 慢慢去爬 慢慢去爬 甚至 就是下面這條線的 把整個股價給 抬高 然後去 越過去 不過我覺得 就是 恩 我自己個人啦 我們就 因為之前前面有一個很好的入場點 只是17.5這個位置 所以說你現在你要告訴我說 你空手想要做進場的人 我是沒有那麼大的建議啦 沒有那麼大的建議 就看自己 就看自己 因為 除非啦 他現在有一個心中的想法是 比如說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突然就彎下來 然後到達 這個線 這個地方 直接彎下來喔 到達不要接近 不要接近跌停板 最好是不要 然後呢 可能他就會走一波 那如果說他先去碰 再下來的話 會變成說 我覺得他 假設先去碰壓力 再下來 那可能會短彈一點 就往下跌破 我覺得是這樣的啦 我自己心中的想法 所以 沒有那麼大的建議 那目前就是 看那個壓力吧 這個 這只能拿來炫耀 因為現在我覺得 入場是稍微有點危險 因為畢竟我們入場的點是 較為漂亮的 較為漂亮 所以在後續入場都 我只能說是比較偏危險 我們來看看蓬城 蓬城呢 我們 因為 群組迅局我都會看 然後我們有一個 這個 恩 還蠻厲害的 然後他是 有 發一張說 有到達這個 好像某一條軍線吧 喔這個 季軍 季軍線嗎 還是這個 黏線 他是說 季軍跟黏線這個地方 受壓 然後去出貨啦 他的 看法是這樣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同意說 軍線會用的話 是真的 蠻厲害的 可以看到這條軍線 這季軍線呢 到這邊有撐 疊破之後 反壓 反壓 所以 會不會這一波 會被這樣壓下來 我覺得 也不是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特別該注意的 那這一檔的部分呢 那時候 能夠做進場 講真的啦 就只有這一根 然後再來可能 這根比較接近 就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是看 大概143到146左右 這邊這個 短撐 短壓的概念 那目前 我看一下其他的線 能不能夠找到 其他的蛛絲馬跡 好像 這個地方會下彎 好像也只能用軍線去做解釋啦 對那當然你也沒辦法知道說他會彎一天 因為有些人會到我們記憲線然後去做空嘛 然後會彎一天之後又 盤整盤整盤整 然後最終越過去 有可能 所以 以我自己假設我不看軍線的 一個判斷的話 我就覺得說 下面藍色這兩條線呢 可能就可以再次去做關卡 看他會不會做反彈 然後再拉高的話 拉高的話就去除掉嘛 因為那就是有多彈 所以現在目前的價格 對我來說 就是卡在一個 不上不下 我不會想要去做空 那也不會想要去做多的位置 就大致上是這樣 那當然做空的話 或許真的是被 季線索打壓 真的會彎下來 當然 我看過很多 也是有機會突破的 所以 我這個東西 我沒有辦法說 我能夠 跟大家來做分枕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 太多的經驗 所以季線到了 一定會被打下去 我沒有太多的經驗 因為我本身就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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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線 所以 基本上目前的看法就還是以 他到達這個位置 可能會轉彎 可能會轉彎 但是就是一樣 射好停損 那你要賭 這裡到這裡的利潤 你再去賭 如果說你覺得說 這邊利潤那麼少 那麼小 那我不如等待他 再下來 再整理一波 然後 真正走過了這個 大下降的 趨勢線 我再來做觀察 我覺得也可以啦 我覺得也可以 所以說 這檔沒有必要那麼急 我沒有必要那麼急 因為 有可能真的就是 這些 這邊做進場 在 禮拜五這根就表態說 他要出貨 就先走 很多了 也有可能 對 套給其他人 我們看一下 置身 置身的 情況 目前就是在 我那時候說 最好是越過 然後下降趨勢線越過去 那如果說下降趨勢線越過去之後呢 馬上就到達壓力的話 這時候你就會考慮說到底要進還是不進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假設我資金足夠 我可能就會進 我可能就會進 那 假設我資金沒有足 那我可能會等待一個更好的機會 那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第一個方法是好的 所以 這邊呢 我做解釋 就是說 不管你這邊有沒有買 那 你買進去 你到達下個壓力 這不是又回歸到我們說 你只要 到達壓力 你肯定就是要賣出 那今天的 這個你去看禮拜四 還是禮拜幾 忘了禮拜四還是禮拜三的復盤 我就有講 我說什麼 我說到達壓力 你就要給他一個respect 那時候壓力就是 很大聲的喊出來 是57.5 那今天禮拜五 不是今天 昨天禮拜五 去做一個測試 所以 你有看前面復盤的人 基本上 今天你是會 算是 我只能講說安全下降 你可能到這邊先處理點掉 那可能你現在 你賣掉的部分可能在浮虧 但是 至少你是完成了一個正確的交易 守則 原則 我們到達每一個壓力都要看 這也是我不斷不斷不斷的 不斷的不斷的提醒大家說 並不是說 一定只會漲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位置 就是壓力 然後 他下來現在是不能再 穿下來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他真的在穿下來 那肯定就是跌到底部這個地方 51.1 51.5 所以 那時候說只能在這邊突破過去 或說跌到底部 再去看吧 那如果說真的形成 這個所謂的假突破的話 那他這邊呢 又要 給他多一點 空間 又有時間 原本在12月初 就可以真正結束 12月5號 那你看到這邊如果真的形成一個假突破 再疊回去 線裡面的話 你就要給他 大致上要到 12月中 又多個 一個禮拜 這時間才會讓他去守 所以目前還不能夠知道的時候 就是先 看他能不能夠守住 那 那以這個下山區域線 為原則的話 基本上 這一個點位呢 也是一個入場點 但是就是他 你看他的斜率 他有點抖 所以他 會 也有機會是會 跳 再跳 再跳 再跳下去 那跳到這一條 真正大之爭 他才有 往上走 主力建議點的話 就這樣做 那 就 你也沒辦法 你就是追這個突破 但 就是這樣 失敗 所以說各種各生的行情 你就要記在腦海裡 然後去不斷把他翻出來 不斷的警惕自己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西華 之前我偏觀看 我偏觀看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他可能做一個 大 大的頭部 主要是 呃 我也會說我看錯 這個 就算看錯吧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這裡 一根 兩根 這邊算三根 四根 四個 點 都碰到 最終在這個地方 跌破了 盤子很差 跌破了 反壓到這裡 反壓到這裡 如果下去的話 整個頭部的行情 現在就沒有 所以說 這一檔 目前可能就是 不在我的規劃之內 那 這可能就要去重劃 看一下 這地方就是一個破底 然後翻回來這樣子 那 如果說你只單看平行線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啦 我也沒辦法跟大家保證說 這條平行線就是有支撐啦 對他只是剛好遇到一個行情很好 那時候其實在講他是空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 大盤其實 我就沒有那麼看空 因為那時候大盤就是 一個破底嘛 喔不是 對破底然後在底下整理大概兩月 兩個禮拜之後就往上走 那 他現在的一個情況 我是覺得 恩 我屬於 看不懂的那一邊啦 但是壓力 支撐的部分 我是屬於看不懂 我比較看得懂的 支撐大致上真的是 藍色的這一條 然後 這個是之前畫的 很久之前畫的 然後 看起來是確實有 所以這地方如果先行下來或許有機會 再上去 當然這要只大盤 只是橫盤 不是那種 很可怕的那種 下跌那一種 那才有機會 那這個是一個 那個支撐做多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 他到達這個區域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到達 反正先到達這個 下降區域這個區域就是一個 非常嚴重 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說目前你能夠去做多隻這邊 藍色的線 考慮 考慮 跌破 砍 或是說他拉拉拉到末端 到達這地方的時候 這條上升區域或許會幫助你撐住 然後再上去 不曉得 反正就是 有三個劇本啦 要嘛先下來 要嘛先上去 上去一定有壓力會下來 大概率會下來 那88吧 我是覺得大概88會下來 除非說他又 踩到什麼什麼什麼 題材然後往上噴 這個機率又比較小了 對 就像之前 去年11月初的這個 緣宇宙行情這樣子 那時候的 宏達電 威勝 然後位數 也基本上看起來都沒有壓力 壓力都是紛紛直接 突破 對啊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聯亞 聯亞之前 跌跌跌跌很深 所以說你要 抓住這個 個股的 呃 低點呢 我認為是困難的 我認為是困難的 然後 他現在的行情講真的喔 你只能靠 均線去做操作 而且 上來的路呢 除非他V轉 不然你靠均線肯定賠錢啦 所以我沒有很建議做 這樣的個股 除非說 他又再次又站回去這個地方 那當然你會說 我這裡到這裡不賺嗎 我這裡到這裡不賺嗎 你可以啊 你要進場你進場 但我不會做進場 對我不會做進場 因為我真的很少靠均線 因為 你要說嘛 大家不是說 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是壓力 那你這邊缺口 就是壓力啊 這邊這個缺口就是壓力嘛 那這個缺口也是壓力啊 那你這麼多壓力的情況 你要怎麼去判斷說 他會走出這樣的形態 他現在唯一可以成形的形態 就是V轉 就沒了 他就是不能夠有一個 大幅度的下跌 那可能就 機會走五日均線 但是 我就 沒有很 沒有 很會抓V轉 應該說 能夠抓V轉是蠻厲害的 這是偏賭啦 因為你這邊V轉上來呢 沒有回檔的話 那你就是只能靠著五日均線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目前我還是先把它當作一個 非常多壓力的一塊 這樣去看 不會想要貿然做進場 好看一下 晶圓 晶圓電子 晶圓電子之前有抓一個 大壓力 然後大壓力現在也越過去了 所以說 這一波做空了 血虧 血虧 然後這個是 好像是大陸電影是不是 血虧 反正 那時候畫一個這個嘛 然後他在底下自己完成一個 算是下歇形態啦 上歇形態顧名機器是下跌 那 下歇形態顧名機器是會上漲 下歇形態是上漲 下歇形態 我看過了下歇形態是會上漲 不過 講真的喔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大盤的 產物 大盤的產物 大盤很好 所以說 之前找到底部呢 就趕快拉上去 拉上去這樣子 所以 我算是沒辦法很精準判斷 不過 那時候如果說真的很勇敢做進場 只能說 勇敢啦 因為 沒有什麼型態 他也是個V轉 跟剛剛那一模一樣 然後這邊不太壓不太壓 這個 下陣區現在部分都不太壓 所以說 這種行情 講真的喔 這只有新手 不然就是主力 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就是 有辦法去抓到 不然如果你看一些技術型態的 就無視均線啦 無視均線一定可以啦 但是 無視均線你又要不看壓力 所以說 如果現在只能 抓出死檔 這樣的個股 給你看的話 那你究竟會成功擊檔 好你究竟成功擊檔 好那我們現在看晶圓電子 實際上是上去 無視均線喔 就上去了 然後你可能就說 無視均線真好用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你是靠無視均線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通加 上去之後 沒辦法下去嘛 沒辦法再上去嘛 你也靠無視均線啊 但是其他無視均線 應該一開始在糾結 然後還有 譬如 我都挑一些種上去啦 細創嘛 上去啦 然後你看 無視均線啊 然後你是追 然後疊下來 無視均線還很遠啊 但是你套在最高 213 那無視均線搞不好在這個地方 還沒跌破 但是你整個已經虧了 血虧 這個10%了 那你還覺得說 無視均線手術就好了 所以說 很多啦 很多就是個股是上不去的 是上不去 像 那時候我們看那個 昨天講 這個什麼 勵志嘛 勵志這一打 他也是 又下來嘛 你看無視均線 欸 拿出來 又下來 碰到壓力呢 還是有壓力嘛 沒有爆量過 還是沒爆量過嘛 所以說 我只能講啦 我可以挑出很多檔是 你靠人均線或許會直接失敗的 然後並且是有壓力的 那這檔真的是蠻逆勢的 這個 不看壓 然後 紛紛一直撞過去 所以說 他現在能夠回來的點 我就老實講啊 我就看33.3啦 他如果再回來的話 他就33.3 因為33.3就是一個 他非常 主要的嘛 大家看一下這邊就是 我之前畫了 他是一塊一塊這樣子啊 這個地方是一個交叉 交叉 一個一個點 就沒了 就沒了 大家上次回來就這裡嘛 然後他的壓力 肯定是從 這個地方畫下去 你把它畫好 結果大家講下一檔 大壓我們的話好了 大壓還蠻遠的 還有段路 所以說你要希望是他重度回踩 不過這個重度回踩 肯定很多人受傷 所以 就自己看得辦吧 可能目前就還是追5日均線吧 但我不會做進場 對啊 我就照我自己 畫的形態再做進場就好 就 每個人都自己的方式 好我們看一下連勇 連勇也是從底部 抓了好多 上來然後禮拜四 先 有沒有爆量出貨 我沒有爆一個很大的量啊 不過有出貨 然後上禮拜五是在這裡 也是 這個 開高走低 然後禮拜四也非常賤 開高走低 所以基本上第一盤 這個第一盤大家都會套得死死的 所以 這一根套在第一盤呢 你最有機會逃跑的就是在 禮拜六的第一盤 不過大部分應該我覺得是不會跑 所以說 他現在會不會來個 深踩 這個重度的踩 踩到這個270級 才開始反彈 我不曉得 但很明顯的是 他沒有到下一層 他下一層這個壓力一直壓在這裡 收盤都沒收過去 大概307左右啦 但是 他價格比較高了 所以是上下抓個1% 都是在合理的範圍裡面 是310啊 304啊 都在合理的範圍裡面 所以說 我認為他有機會下來 就 是一個買點 那當然跌破就砍 因為跌破可能跌到這一層 這個中間的價差差了50塊 我自己想像一下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我看一下講到第幾盤 還有3盤 幸福發我們看一下 幸福發好像 之前有看好像我是 看的不是很明白 對他不斷的往上去走 他是走的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走勢 逆勢逆勢又再逆勢又上去 但主要他的價格其實 變動 浮動有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把一些線刪掉 我們來重新畫一下 來吧 來看一下這條斜的 能不能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 OK 大致上應該是 這樣了 我覺得應該沒畫錯 主要是有 這個點 這個點 那這個點我就不算了 反正算不算就沒差 因為後面這個有碰到 所以說他現在在漲啊 他現在漲有可能漲到這邊 就開始會往下疊 然後 中間的部分我覺得不用抓了啦 因為 畢竟幸福發應該不是拿來做交叉 所以 基本上應該看的像這一條線 等待哪個 哪個月 這個 下個月搞不好沒辦法 搞不好到下下個月 你1月或是2月來個深度的回調 再說吧 那就是現在此時刻 需要關注這個地方 你看你手段目前有單的人 你要不要去賣掉 然後這檔就完全不建議用 5日均線去追 他就算漲到上面呢 我看一下價格多少 大概45啦 43.8到45 你一買 一賣 那 差了1.2而已 你一買一賣大概扣了300塊的手續費了吧 大致上扣了大概300塊的手續費吧 一買一賣 交易是誰什麼的 那你根本沒抓到什麼錢 而且也要 約有一定的風險 除非說他5日均線非常貼近 你去追 搞不好就是 賺了這個吧 扣了手續費賺了800塊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啦 所以 這種個股你還是等他深度回調再說吧 因為他大概應該拿來做存股吧 我就是拿來領這個股息的這樣子 我們還要自圓 自圓 之前在這個地方有去推 那主要是放在這個會員個股 那好像那時候也有拿出來講 他主要發現的點跟星星差不多 我星星那時候抓了110幾 然後 這檔也是抓了120左右 我那時候抓到 但是 好像都沒有人做進場 然後沒有做進場 然後那時候是 在這地方 形成了一個 反正你說他是WD 也可以 反正是到這地方有回撤 然後往上走 然後現在呢 等他回來這裡 反正突破 我覺得突破這邊啊 再回來這邊 去往上走 就突破了 最 也不算最大 我是說 最好先 突破這裡 然後呢這個白色的 下降趨勢線 未經過測試 只有前面兩點 所以說下來之後 我們先設想他有壓力 所以我們先不碰他 我們先不碰他 但是 觀察 觀察他 會否有 有壓力 如果說沒有 就是看起來 比如說突破哪天突破這裡 突破這個地方 然後一次 突破了然後又穿下來 突破穿下來 反正沒有 那Duck 直接 抵捨掉 然後在 底部這條 抓他說 跌破這邊做圖場 那當然現在的價格 我覺得 就看他有沒有就會回調 不然就突破 回調到這邊 也是已經深度回調了 大概又跌個20% 所以 一定很多人受傷 那 就是 反正我的想法是這樣 要嘛就買最好 不然就不要做進場 就這樣吧 看一下 這檔 這檔真的是 我不知道是同一個人問的 應該是IG同一個人問的 反正呢 我依然覺得是壓力 這個在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10月底 11月初這邊都講過了 這一根 就是 壓力 就是 壓力 所以你在問我幾遍 就是壓力 那確實也下來 所以說那時候也解釋了很多說 你這個地方啊 不賣掉啊 那你就是 你這邊不賣掉啊 或是說你這邊不 這邊你去做進場啊 那真的就是一個 蠻韭菜的行為啦 我自己個人這樣覺得 那 當然你有賺錢的話 就恭喜啦 但是 這個大下正確實線 真的不能不看啦 那 他究竟能不能夠突破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誰會知道 你去 你去算命 你去問神明說 這股票會不會漲 神明可能也沒辦法告訴你 他到底會不會漲 寶貝啦 真是寶貝 然後看看這個 是 那個行貝 還是 丑貝 還是 寶貝 這樣子 反正呢 這個地方呢 依然看是一層壓力 那 多方呢 我是 不建議 除非要突破 我比較小 我就買他突破的時候 那他現在這一根呢 有多穿出去 所以他壓力應該會在這一塊 他哪天穿到了 這個地方 這個29.5這邊 到30 我覺得應該都是壓力 所以說他突破30 目前看起來 才有機會 所以 今天禮拜五這根掌 你去追 恭喜你 有可能會下跌 恭喜你有可能會下跌 講認真 因為講了很多次了 好 那就差不多這樣吧 除非說他有什麼明顯的變動 他突破了 那我 比較有興趣 就是這樣 因為 交易就是要保持 自己習慣 而且是一致性 我不能說 我看好他 他做了什麼 他什麼 太陽能 他什麼什麼 那什麼 去庫存了 他營收特別好 然後你就去 特別去 下一個 很逆勢的單 那逆勢單也不是下這裡嘛 逆勢單你到這邊應該是要做空才對啊 對不對 你是要做一個左側的去空房 也不是做那種 就是 這個 順勢的 好啦 好啦那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吧 就再看看要不要錄去下一部 我是明天來錄 好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完成了 kea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